以色列首個戰場計劃出爐 UNRWA 貧林崩潰 目的撤銷11間中企信用評級 菲律賓清早非共 網民說除惡要快 白紙運動紀錄片導演遭到中共拘捕 北京官方承認新冠疫情升溫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24日 星期六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黃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22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提出 首個加沙戰後要由非哈馬斯巴勒斯坦人治理 聯合國難民救濟署資金遭到凍結 運作貧林崩潰 發生社報導 22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 向他的內閣提出計劃 包括全面清理極端恐怖組織 以色列安全部隊全面掌控西岸 以色列在加沙教育系統中 清除恐怖極端主義 部分或是完全關閉加沙埃及邊界 驅逐聯合國中東救援組織 加沙以色列南部建立安全隔離帶 由以色列批准對加沙進行戰後 重建援助的國家 以色列時報23日報導 內塔尼亞湖表示 戰爭結束之後 加沙民政事務將由擁有行政經驗的 當地官員負責 這些官員和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 或者實體無關 根據計劃 即使在戰爭結束之後 以色列軍隊也將擁有 可以在加沙各地作戰的無限度自由 以防止恐怖活動捲土重來 這項計劃表明 以色列將推進已經正在進行的計劃 在加沙走廊邊界 巴勒斯坦一側建立安全緩衝區 只要有安全需要 這個緩衝區就會一直存在 計劃當中還設想 以色列保安人員從陸海空來掌控 整個約旦以西地區 以防止約旦河西岸 和加沙走廊的恐怖主義元素更迎鞏固 從而挫敗他們對以色列的威脅 不過23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美國對以色列宣布 在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 建造新定居點的計劃感到失望 他們也不符合國際法 他說我們的政府堅決反對 確建定居點 我們認為這樣只會削弱 而並非加強以色列的安全 此外21日 以色列戰時內閣成員金池表示 正在為達成停火業議進行新的嘗試 這是自一個星期前 以色列、美國、埃及及卡塔爾官員 在開羅舉行的談判陷入僵局以來 以色列首次提及新的努力 但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表示 除非哈馬斯同意釋放人質 否則以色列將在3月10日開始的 穆斯林齋月期間 對加沙最南端和拉法發動地面攻勢 近日加沙百姓正在向以軍 積極舉報那些哈馬斯分子的信息 避免加沙未來重落哈馬斯餘孽之手 南加沙拉法地區 加沙民眾最暫時公開喊出 是新亞爾在逃殺我們 是哈馬斯為加沙帶來災難 我們都是哈馬斯的犧牲品 據推特帳號以色列戰爭感慨說 4個月前 如果有人反對哈馬斯會在什麼下場 如今哈馬斯已經失去對南加沙的控制 百姓不再聽任哈馬斯擺捕 以軍從加沙民眾獲得的電話情報猛增八倍 另外據法新社報導 隨著捐助國凍結資金 以色列施壓要求解散 再加上人道需求激增 23日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 UNRWA負責人拉扎里尼說 我現在必須告訴大家 UNRWA已經頻臨崩潰 UNRWA是在以色列建國之後 在1949年根據上述決議成立 以色列指控UNRWA部分職員 參與哈馬斯去年10月7日對他發動的特集 拉扎里尼說 已經有4.38億美元的資金遭到凍結 相當於今年預期資金的一半以上 以色列正摧毀UNRWA 以色列並未針對他指控的 12名UNRWA前員工提供任何證據 至少16個國家已經暫停提供資金 我已經警告捐助國和駐在國 如果沒有新的資金 UNRWA在該地區的運作 將會從3月起受到嚴重影響 但有更多UNRWA成員參與哈馬斯 10月7日恐怖屠殺的細節被發現 由UNRWA成員在恐怖屠殺當日 將被屠殺的死者屍體拖入加沙 作為他們炫耀戰功的見證 兩國已經解僱遭以色列指控的員工 並對UNRWA展開內部調查 UNRWA展開內部調查 23日11間中國公司 失去在目的投資者服務公司的信用評級 這被認為是中國公司創紀錄的違約所帶來的影響 23日下午少早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目的 顯示撤銷了中國主要壞帳管理公司之一 中國長城資產管理的BAA3評級 BAA3是投資級別裡面最低的一級 距離垃圾級別只有一步之遙 目的沒有針對這個決定提供詳細的解釋 只提到的是商業原因 當日稍晚 目的以同樣的理由撤銷了另外10家中國開發商的評級 其中包括龍光集團 容信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正榮地產集團 和江蘇中南建設公司等 彭博社表示這些開發商之前都有過違約 中國長期低迷的經濟狀況 以及陷入危機的房地產行業 使外國投資人對華投資失去信心 目的近幾個月來的動作不斷 他在2023年12月 將對中國主權債券的評級指望下調到負面 引發了中共當局不滿 英國金融時報當時報道說 在宣布下調評級之前 目的已經建議他的中國員工在家工作 在上個月的19日 目的下調了對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評級 目的對下調評級的行動解釋說 中共政府對一些遭受很大損失 和資本侵蝕的國有資產管理公司的支持 缺乏透明度和一致性 由於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壓力 和經濟增長放緩 這些公司的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 將會繼續面臨壓力 報道認為儘管中共政府承諾採取支持政策 但目的行動是對房地產行業危機 蔓延到整個經濟的一種警告 在21日 菲律賓境內又爆發武裝衝突 菲律賓政府軍在西內格羅斯省境內 展開了新一輪圍剿半軍的武裝行動 和當地的反政府武裝部隊發生了激烈交火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叫做新人民軍的反政府武裝的前身 就是1930年成立的菲律賓共產黨 在21日的這場小規模的武裝衝突當中 菲律賓政府軍成功擊破了新人民軍的一個據點 消滅了三名叛軍武裝分子 菲律賓政府軍乘性追擊 21日當日 還有兩名新人民軍武裝分子向政府軍投降 還交出了部分藏匿的武器 這次只是菲律賓政府軍 和叛軍的一次小規模的交戰 當前菲律賓政府表示要集中精力對抗中共 但國內安全局勢仍然不穩定 從2023下半年以來 菲律賓政府軍已經多次和各種武裝叛軍發生了衝突 導致至少幾十名菲律賓政府軍人員傷亡 因為叛軍大多數盤具在菲律賓各地的山地和山林裡 地勢隱密、複雜 所以追擊叛軍的行動非常困難 為了安撫叛軍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就同意 和叛軍的領袖在奧斯陸舉行會談 但這個在當時就受到了菲律賓副總統的反對 但小馬可斯仍然堅持簽署了協議 然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 小馬可斯想和叛軍談和的協議 可以說早就已經破產了 據美聯社引述菲律賓政府軍的消息表示 菲律賓的武裝叛亂行動從建國開始持續到現在 已經過了54年還未結束 是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叛亂活動 近年數據顯示 隨著菲律賓國家安全和經濟局勢的好轉 加入半軍的人數有下降趨勢 但僅僅新人民軍原有的兵力就超過了2000人 如果他們向菲律賓政府發動大規模攻擊 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任網友表示 共產主義真是禍害全球 哪裡有它哪裡就遭殃 也有人建議 除掉共產主義餘毒要快 不要等到它發展成中共 這樣就遲了 22日北京市疾控中心發布消息說 目前北京市呼吸道傳染病 呈現流感和新冠共同流行的態勢 近期流感情小幅下降趨勢 而新冠持續上升 近一個星期 邵點醫院新冠陽性率為21.1% JN.1變異株為主要流行株 而高發的喉嚨痛燈上熱手 過年之前2月1日 北京疾控中心發布數據說 當時新冠陽性率為6.4% 今次升至21.1% 網民經呼爆發期來了 假期之後人員反經反綱 中小學也即將開學 人員密集增加傳播風險 北京網民留言說 我說最近喉嚨這麼不舒服 從初三到現在一直沒有好過 咳嗽兩個月了 上呼吸道一直不舒服 看了耳鼻喉童呼吸科 他們都沒有說我是感染 開了那麼多藥 吃了都不好 一個星期了 個鼻不通氣 流鼻涕 真是不是普通感冒 普通感冒一兩天就好 在醫院上班就沒有斷過 都七八波感冒發燒了 不止北京疫情升溫 江蘇疫情也在升溫 近日江蘇嚴城市民李先生 向《大紀元》表示 最近發熱的人很多 他本人就中了招 持續吸收 把聲啞得很厲害 最近死的人很多 殯儀館都滿了 沒有地方放遺體 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出很多信息 很多人表示新年期間出現喉嚨痛 異物感等問題 有人說喉嚨痛了好幾天 又乾又癢 大年30級到現在 此前據有官方背景的《生命時報》說 喉嚨痛有可能是患上急性會驗炎 並警告說 有了這種病會瞬間封喉引發窒息 不過很多大陸網友對於急性會驗炎的說法表示質疑 認為患急性會驗炎的機率是很低的 而高發喉嚨痛症狀與感染新冠很相似 應該首先考慮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 白紙革命一周年之際 一部名為《烏魯木齊中路》的紀錄片 在YouTube上發布 據悉紀錄片導演陳品林已經遭到中共拘捕 罪名是尋釁滋事 21日中國維權網站《民生觀察》披露 陳品林在白紙運動期間 和一名女性朋友在上海現場拍攝大量短片 製作成紀錄片《烏魯木齊中路》 並在去年12月26日白紙運動一周年時 上傳到網絡YouTube 該片上傳不到一星期 陳品林的Twitter帳號被註銷 YouTube頻道被轉為私人可見 隨後他們遭到上海警方拘捕 陳品林被關押在上海市寶山區看守所 已經在2024年1月5日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拘捕 2月18日案件被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烏魯木齊中路》這部紀錄片片長1小時17分鐘 影片從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抗議者 要自由的呼喊聲當中開始 穿插了中共官媒和政府在整個疫情管控期間 炮製的各種謊言 年輕的抗議者就喊出《還我人權》公開死亡人數 言論自由、習近平落台、共產黨落台、 不做奴才做公民、我們要選票等口號 陳品林在烏魯木齊中路紀錄片的簡介當中說 自己是當時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抗議活動的其中一位參與者 這是他在中國第一次參與政治性事件 也是第一次在中國喊出自己的政治訴求 影片試圖完整呈現動態清零政策 將中國這一口高壓窩推向原爆點 促使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的心路歷程 製作這部紀錄片想要探討一下 為什麼當中國內部矛盾出現的時候 總要境外勢力出來揹襪 政府越是在誤導 越是在遺忘 越是在屏蔽 我們就越是要發聲 越是要提醒 越是要記住 記住白紙 記住烏魯木齊中路 記住新疆火災 記住貴州大巴 記住動態清零 記住大白 記住六四 記住文革 記住三年災害 記住醜惡 才能夠深向光明 也希望中國能夠早日迎來自己的光明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則 kurt通知 文講著 文哮 幸會 另外 我不知道 紅色 continuously 南秘